老丁 一个退休的特工 刘德华 小女孩的老爹 我的特工爷爷 电影的开头很有意思 是取自80后小时候的 一个小简笔画记忆 老丁头 从小画过无数次 那个老头的快歌 我深有感触 转定发现 那已然失去了二十几年 哎呀 一不小心 暴露年龄了 故事是将神开始的 退休多年的军官老丁 为一次歹徒抢劫作证 谁知他什么都忘记了 只记得他要作证这件事 并不能记起坏人们都做了什么 英雄都有一段 难以让常人接受的心酸 老丁也不例外 老丁一直为公园 弄丢孙女这件事 感到深深自责 这加剧了他的心理负担 他觉得自己 有义务保护隔壁小女孩 话说这小女孩非常不幸的 他爸爸德华品心不正 惹上了黑帮老大 这部戏总是上演德华在跑 黑帮老大在追的戏码 真是累死我们华哥了 风流倜傥 风度翩翩的冯绍峰一声出现了 说肝不太好 有点硬 肾也有问题 切一个吧 肠子有问题 切一段吧 这些都是开玩笑的 老丁桃只是得了健忘症 完了呢 有个红颜知己 爱上了丁老头 自称仙女 爱上了这个 得了健忘症的老英雄 糟糕的家庭环境 让他卷入了一宗 不杂的国际事件中 老特工这时爬头相助 成为小女孩的长期饭票 随着相处时间加长 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匪徒总是想异想天开地 绑架小姑娘 这帮傻蛋 你们能打得过 有主角光环的老丁桃吗 人家可是老英雄 小女孩跟仙女 和老丁一起吃饭 接着去同学家玩 一直没回来 老丁在德华被谋杀那天 最后一次看到小女孩 老丁就认为 是这些人 把小女孩弄丢的 这帮匪徒们 可倒了没了 老丁桃想到了 自己当年的小孙女 不禁恨上心头 跑去跟匪徒赶着 老丁桃用小鸡拿手 让匪徒断手断脚 断骨刀 惨毙了 十几个匪徒也让老丁桃 稍微喘了口气 正在匪徒发现 自己个儿 怎么都打不过老丁桃 正想拿着钱 逃跑的时候 情况又复杂了 来了一群外国人 放大悠然点 为了之前 德华偷的那些东西 要杀人灭口 这下可赶上了 老丁桃继续用小鸡拿手 各种的 赶到外国人 不行不行地 全部死过梦 老丁桃这个时候 也不过是喘了口粗气 真是牛逼啊 不得不佩服 老丁桃即使受了 很重的伤 也依然没有放弃追匪徒 这匪徒也忒倒霉了 关键是 他们也没绑架小女孩啊 还闹得死得死 伤得伤 后来老丁终于发现 原来一切都只是 虚惊一场 小女孩只是去邻居家 待了几天 彩蛋就是 旁月抓小偷 刘德华跟小宋家吵架 摸摸蛋 演员都帅极了 我的特工爷爷 是由洪金宝指导 洪金宝 刘德华 朱宇晨 冯家宜 联合主演的动作片 影片故事背景 设定在位于中俄边境的小镇上 讲述了退休军官老丁 为营救小女孩春花的父亲 无意转入了 俄罗斯黑帮团伙斗争的故事 影片于2016年4月1日 在中国大陆上映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